那中国立国的精神 教育的精神 就是五轮流第一句话 父子有亲 亲是亲爱 教育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 是这种亲爱 如何能够永远保持 不会变质 父子之爱是天性 从什么时候看 三四个月 英海三四个月 我是有一年到日本 去开会 有十几位同修跟着我 日本那边点华侨 有一个年轻的妈妈 推着一个儿子 推个小车 四个月 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豁然想到了 我说你们大家来看 你看这个母亲 对这个孩子的那种爱心 你看眼光神气 仔细再看看小孩 你看小孩那个眼光动作 就神气 对他母亲的爱 那么一人叫他的 天性 那在佛法里面 是信得了 自然的 教育 如何能把这个爱心 保持永远 你一生 不会变质 中国教育 头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呢 是能把这个爱心 的发扬广大 让他能够 用爱父母的心 爱兄弟姐妹 爱他的家族 爱邻里相当 慢慢扩大 爱社会 爱民族 爱国家 到最后 凡是人 皆去爱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教育 是爱的教育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在全世界 大家都知道 过去曾经有 四大文明古国 那三个都没有了 都消失了 唯独中国存在 靠什么 就是这个教育 从小就培养 大公 无私 因为从前 是大家庭 不能有私心 有私心 你就会家破人亡 普通一个家庭 至少都有三百人左右 你齐心东西上 为全家着想 为全族着想 他不是像一个小家庭 不是的 所以家就像一个社会一样 能治家就能治国 所以大修上说 修身齐家治国 凭天下 他治国了一套本事 就在治家当中 学习出来的 所以中国人最懂得教育 有教育的智慧 有教育的方法 有教育的经验 有教育的效果 成就 这一桩事情 我们在国外 英国汤恩比波斯 常常提到 赞叹中国人智慧 这是一个研究文化史的人 是个历史哲学家 非常受人憧憬 他曾经说过 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 整个世界 只有中国恐龙学说 跟大乘佛法 英国人讲出来的 这话不是随便说的 他真了解 真懂得 所以这是 父自由情是中国教育的起点 起源起 我们才真真了解 中国的教育是爱的教育 这个爱是从自性里的发展 不是哪个人创造 不是哪个人理想 也不是哪个人发明 本性 三字经上讲 人之初心本善 本善 恩 持人之初心本善 以 说 一切 板